拜拜 我没有 不好 这是红火蚁的蚁穴 我们赶紧离开装 红火蚁被称为蚂蚁中的战斗蚁 是极具攻击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如果不小心触动了它的蚁巢 就可能会引起红火蚁青巢出动 被叮咬后会产生灼烧感 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休克 现在正是春游的好时节 家傻们带玩出游踏青时 遇到这四大毒虫一定要小心 赶紧收藏保存下来防患于未然 1.影翅虫 之前楚楚爸爸就被影翅虫咬伤过 如果影翅虫落在身上 千万不能把它拍死 一旦影翅虫的毒液留在皮肤上 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而是应该轻轻地把它们吹走 2.皮虫 每年的4到10月是皮虫的活跃期 一旦发现身上有皮虫 切勿直接拔除 这样可能会使皮虫的倒刺生物体内 我们应该消毒后用液质取出 如果没有完全取干净 应该第一时间前往医院 3.毛毛虫 别看毛毛虫长得可爱 也不咬人 但是它浑身长满了毒毛 一旦毒毛刺进皮肤里 就可能会引起红肿溃烂 4.马蜂 一旦被马蜂遮伤 可是会很疼的 但是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 如果在野外碰到马蜂窝 一定要离得远远的 家长们带孩子在野外游玩时 如果发现头发的布料柱起 并且全身有发麻的感觉 一定要注意 因为大量的震电盒 已经会聚到你的头顶 天空中云层摩擦 产生的大量负电盒 随时都可能会对你放电 这个时候 处地已经很危险了 应当立即扔掉身上的金属物品 选择低洼的地方立即蹲下 低头抱住膝盖 缩小暴露面积 如果只是看到乌云聚集 听到雷声 应当立即停止户外活动 第一时间寻找避雷场所 可以躲进建筑物或者汽车里 因为汽车是金属结构的 被雷电击中后 可以直接导电到地下 所以车里是安全的 但要记住 一定要关紧车门和车窗 另外雷雨天 千万不要躲在大树底下 也不能靠着墙边行走 赶紧转发 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保密知识 竹竹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你是不是在竹竹脸上 乱摸什么东西了 吃饭吧 别冤枉我 我就往你脸上涂了一个防晒霜 那肯定是防晒霜的问题了 给孩子用防晒霜 一定要先看成分 有这三种成分的 千万不要选 一 养本铜 不想一直防晒 却还被晒黑的话 有这个成分的别选 二 临本奥甲酸脂 也就是香精 不要选 三 酒精 刺激性强 不适合给孩子用